归空的人送金问有何意义? 未通 归空的人 对归空的人送金 我们要知道说 最有效的就是在他断气 那个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他是最有帮助 因为他在生的时候 不知道修道 不知道佛性重要 一旦一口气不来 前面全部都黑暗 那全部都黑暗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送金 那个金就变成光明 就一条路 告诉他你要怎么走 他那个高兴不得了 有路 竟然有路就不走 所以归空的人送金最好就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往后那个累积 那个累积就要靠他本身了 那个王者本身去努力 然后我们对归空者送金 就是在他断气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最有效 那个时候最有效 不要再等说 等下来我来请那个匠经团来 那就不够了 他就回到无路人走 听到你又请来 他的一关中阴森 那个能够活动的那个时间 都已经到了 都没办法活动了 所以要及时